纸包鸡 纸包鸡是采用隔纸炸的烹调法 制作出的一道山东名菜 选料有鸡蒲肉 火腿丝 葱 姜 青菜丝 玻璃纸 精盐 味精 料酒 酱油 白油 香油 首先将青菜丝 火腿丝 葱丝 姜丝 用精盐和味精拌匀 加少许香油 加少许料酒 酱油 酱油 然后拌匀 将切好的鸡肉片加入料酒 精盐 精盐 味精 麻好味 香油 小肉 他们拌药 简 NHS countries 彌 fairy 玻璃纸上 放上鸡肉片 加上三丝 将鸡肉片扒好 码入盘中待用 在炒锅内加入轻油 带油温升至五到六成热时 将纸包的鸡片下入炒锅内 炸好以后 整齐的码在盘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咸鲜香 调料味浓 一香别致 制作方法独特 纸包烹制 能保持鸡肉的鲜嫩原味 我认为这道菜是咸鲜喹原味